這個案件裡面 其實對我們來講 下一個要突破的 白手套要嘛就豬雅虎 要嘛最終就是審慶金 為什麼 審慶金很重要 因為審慶金是整個行賄的輪廓 只要他講出來 他的自白內容 甚至就可以直接把柯文哲咬死了 可是你看審慶金 像我們從這個報導 評判報導說 他行使兼莫全 然後我們當然也很好奇說 審慶金到現在 居然開完研壓庭 還可以笑笑的走出來 難道他的律師告訴他 你很可能研壓不會過 所以你會交保出來 所以你心裡有所準備 有所把握嗎 或者某個程度上是 審慶金覺得 他該講的都講完了 所以他能講的就這麼有限 那當然檢方絕對不認為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一般檢方在辦這種貪污案件 針對像審慶金 這樣行賄者的角色 大部分就是到第二次研壓 就是這一次的研壓 第一次積壓 第二次研壓 就後面 審慶金心中覺得 我已經撐過兩個月了 柯文哲講了兩個月 我撐過了 應該要出來了 只要一旦確定 不好意思 再兩個月 大概就崩潰了 通常是 金房就潰堤了 就會潰堤了 大概就會崩潰了 那崩潰以後 你看他後面還會提抗告 他一定再次被研壓 一定再抗告再被駁回 那大概就知道完蛋 那我如果不講 再撐兩個月 我可能撐不下去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或許大家都可以討論 我覺得最近高等法院的角色 讓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如果大家有印象說 針對哪一趴 針對兩趴 朱雅虎部分 大家知道 朱雅虎被地院法官羈押了 結果抗告到高院 高院居然發回 發回到地院重裁 現在地院當然還是裁定羈押 但是他可能再抗到高院去 我們還不知道 可是你會發怨 以前包括所有的律師都跟妳講 只有檢察官抗告 高院才會發回 沒有律師抗告說我當時被接押不對 檢方會 高院會發回的 可是你在看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扣押 金華城土地 一樣高院也發回 這個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律師來講說 這個都 看不見是不是 不是真的理由的理由 你其實不需要發回的 就像朱雅虎好了 你現在說因為他 那不然你說不是理由的理由 那代表背後是什麼 我代表理由是讓我在看說 是不是高院開始對這件事情 越看越嚴格 就是說我給人 我給人 你減方兩個月查了 我原本一開始 我也覺得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很放寬 就是能壓通通都壓 我高院也都支持你壓 可是慢慢的看 這個高院開始嚴格起來 所以我反而是覺得 如果審計金 你要看他真的會不會被壓 延壓會不會成功 來看他抗告以後 高院怎麼看 不過有一個疑問 律師是這樣 剛剛朗東分析說 那彭正勝 可能搞不好他出去之後 跟誰 或是他把他這個角色做低了 那可是現在吳順明他說充分答數 那你要怎麼確認他的確有充分答數呢 那吳順明的部分 他除了是積壓37天才首度被提訓的人之外 其實呢 易小威在應訓的時候就有講 2020年 他跟易小威跟吳順明 他們其實就是這兩個人 是一起去逃租引援過的 那也可以看到呢 檢連開始蒐證之後 因為他們6月開始 接線監聽的 那監聽之後呢 就聽到了什麼 這個是週刊爆料 說檢連從6月開始監控 省慶金 吳順明等這些人 在8月14號 其實8月14號 開始搜索前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省慶金就開口 把他罵了一頓 什麼國罵什麼都出來了 叫吳順明 趕快去處理 精華城的解決 知道趕快去想辦法 因為那時候其實議員 整個都在盯這個東西 開始燒起來的時候 所以他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那現在說已經充分表達 沒有羈押的必要 那彭震生我也有充分表達 為什麼每次押的都是我 這其實大家就會想 差別在哪邊 我自己猜測是這樣子 因為吳順明的角色 比較多的是 省慶金跟映小威之間 就是他們兩個人之間 那他們兩個人之間 包括什麼 行賄的映小威 包括協助映小威 去施壓台北市政府 那吳順明我相信我們講 最常講這種某個程度 叫白手套的角色 這種小官 他領的薪水 領的收入沒有那麼高 沒有得到最大的利益 可是他卻要被判重刑 如果你大家看 吳順明被判什麼 違背職務收賄罪 十年以上無期徒刑 跟柯文哲一模一樣 可是他為什麼願意去講 因為他講了 才能夠換到輕的處罰 而對檢察官來講 最喜歡先突破這種人 因為他是最容易配合的 我薪水就這樣 我假設就算很高 我給我一年幾百好了 跟那個拿兩百億的 差太多了吧 所以我一定願意供出來 那檢方也願意給你比較輕 你放後態度良好 坦白從寬 所以給你比較從輕的 而且也是示範組嘛 旁邊看的喔 吳順明要出去了 你們就在這裡留著 吳順明 豬雅虎 我們都會認為是 檢方第一個要突破的 所以吳順明這部分 你看嘛 的確兩個月他其實該講 他利用價值也就這樣了啦 他所講出來的 檢方能夠對應查到的 也都查完了 那其實很明確 跟印小威事件 七百四十萬 這些錢怎麼來龍去賣 以及後面怎麼施壓 這個臺北市政府 大概都弄完了 所以對這個檢方來講 吳順明沒有利用價值了 再加上他配合 那當然就讓他出來了 好 那我接下來回過頭來講 這個案件裡面 其實對我們來講 下一個要突破的 白手套要嘛就租雅虎 要嘛最終就是審慶金 為什麼 審慶金很重要 因為審慶金是整個行賄的輪廓 只要他講出來 他的自白內容 甚至就可以直接把柯文哲咬死了 可是你看審慶金 像我們從這個報導 評判報道說 他行使兼莫全 然後我們當然也很好奇說 審慶金到現在 居然開完炎壓庭 還可以笑笑的走出來 難道他的律師告訴他 你很可能炎壓不會過 所以你會交保出來 所以你心裡有所準備 有所把握嗎 或者某個程度上是 審慶金覺得他該講的都講完了 所以他能講的就這麼有限 那當然檢方絕對不認為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一般檢方在辦這種貪污案件 針對像審慶金這樣行賄者的角色 大部分就是到第二次延壓 就是這一次的延壓 第一次積壓第二次延壓 就後面 審慶金心中覺得 我已經撐過兩個月了 柯文哲講到兩個月我撐過了 應該要出來了 只要一旦確定 不好意思再兩個月 大概就崩潰了 通常是 金房就潰堤了 就會潰堤了 大概就會崩潰了 那崩潰以後 你看他後面還會提抗告 他一定再次被延壓 一定在抗告再被駁回 那大概就知道完蛋 那我如果不講 再撐兩個月 我可能撐不下去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或許大家都可以討論 我覺得最近高等法院的角色 讓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如果大家有印象說 針對兩趴 朱雅虎部分 大家知道朱雅虎被地院法官羈押了 結果抗告到高院 高院居然發回 發回到地院重裁 現在地院當然還是裁定羈押 但是他可能再抗到高院去 我們還不知道 可是你在發院 以前包括所有的律師都跟妳講 只有檢察官抗告 高院才會發回 沒有律師抗告 說我當時被羈押不對 高院會發回的 可是妳在看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扣押 金華城土地 一樣高院也發回 這個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律師來講說 這個都 看不見是不是 不是真的理由的理由 妳其實不需要發回的 就像朱雅虎好了 妳現在說因為他 那不然妳說不是理由的理由 那代表背後是什麼 我代表理由是讓我在看說 是不是高院開始對這件事情 越看越嚴格 就是說我給了妳 我給了妳檢方兩個月查了 我原本一開始 我也覺得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很放寬 就是能壓通通都壓 我高院也都支持壓 可是慢慢的看 這個高院開始嚴格起來 所以我反而是覺得 如果審計金妳要看 他真的會不會被壓 延壓會不會成功 來看他抗告以後 高院怎麼看